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做一款非常好吃的小零食 花生芝麻球 它是由花生蜜枣 芝麻制作而成的 无油 无糖 无牵扎剂 营养 健康 普通食材 做法非常的简单 零失败 看 成品也非常的肉人 如果你喜欢 我们一起来做吧 准备的食材也非常的简单 我都写在屏幕上 去皮的花生150克 慢火炒熟 大约需要10分钟 像这样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用你喜欢的坚果来代替 白芝麻50克 慢火炒熟 大约需要10分钟 水开以后把200克蜜枣蒸5分钟 目的是第一为了消毒 第二蒸了以后 蜜枣会粘密一点 有盒的要把盒去掉 把蜜枣打成蜜枣容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放到花生里面混合均匀 把它油成小球的形状 每一个大约22克 花生球裹上一层白色的芝麻 就OK了 油好的花生球要马上沾上芝麻 不要等它干了以后再沾 干了以后就很难沾上芝麻了 以上的材料可以做成12个花生芝麻球 做好的小零食 再用你喜欢的水果装点一下 哇,当你端出一盆如此精妙的零食和水果拼盆的时候 赞美支持一定不绝余额 吃不完的要放冰箱保存 喜欢的朋友赶快来试试吧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